女村長情緒激動 看到警方到場 其他一群黑衣人陸續散開 聚集十多位年輕的黑衣人 晚上聚集在村長 服務處門口徘徊 警方到場感人 引發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他不是黑衣人嗎 為何村長會突然招惹上黑衣人 疑似是為了村內學校整病案件 在屏東高樹鄉的救療國小 一位連續五年學生未滿五十人 如今有三十五名學生 卻要病到只有二十二名學生的 新峰國小 蔡勞村長邀及各村長及名代 拉紅布條抗議 疑似就是這場反飛校聯盟的行動 引發部分人士不滿 其實屏東縣教育處 原本在二月中就陸續舉辦公廳會 認為救療 喬治 林雲國小 因為少此話列入病校或廢校評估 但八字都還沒一撇 就有黑衣人出沒 動作頻頻 當地居民正反兩方意見不同 如今還演變成衝突事件 縣府教育局表示會尊重居民 做好配套 收集各方意見再決議 TVBS新聞 葉鳳達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